2023、2024是連動的 所以我們現在的劇情就是 要克服2023的狀況 所以天蠍座 但是是好的耶 第三名 我跟你講因為天蠍座 守護心移動的關係 所以所有的天蠍座都想upgrade 我想要過跟以前不一樣的生活 我如果覺得有被威脅到 我就要趕快再超前 讓別人威脅不到我 然後或者是你沒有被威脅到 但是你會覺得 我想做大一點 我想成為幫助別人的人 保護別人的人 當一個好人 所以在工作上 很願意當別人的貴人的話 你就要更強大呀 可是一直都是這樣啊 那是你啊 那我可以開始變壞人了嗎 不會不會 不會變壞 天蠍座 就像剛剛心美姐說的 她一直叫揪我 天蠍的2024年 和火運非常強 和火運非常強 比如說 你本來是做生意的 但是你忽然間很想去搞科技好了 那你又有可能遇到了跟科技有關的人 那你跟他的合作就 他就可以把你帶到那邊去 所以你的開發 你想做的是什麼 你想去哪裡 你跟那一方面的人連結就好了 重點是你有這樣的連結運 你有這樣的合火運 那你也遇到很強的 所以他本身運很旺 或他已經很多東西都籌備好了 那他也覺得天蠍 我跟你講 不是天蠍去找人就好了 你自己本身也要具備條件 人家也要找你 所以你們是強強聯手 那天蠍將會因為這樣的強強聯手而起來 然後天蠍自己也思辨 我剛剛說過了 很多就是現在的天象鼓勵大家辨嘛 那天蠍會主動去辨 那這一點就會挺加分的 雖然我要說2024你的辨 不代表已經開始收穫了 沒有喔 但是光是辨這件事就很有 了不起了 要先耕耘 因為天蠍不太辨 對 很安逸啊 天蠍一直都不辨 你看我也還在做 很安逸 可是我現在有在辨 勇敢一點的你就主動走 不勇敢的就等變化來找你 了解 那這就是天蠍做 但是我基本上覺得是看好的 因為天蠍有這個企圖心 好 天瓶座 老師 風向星座雙子天瓶水瓶 五月以後就轉運了 五月以後就忍耐一下 是2024的五月嗎 還是2025 就轉運了 在那之前就是會有一個暖身期 改變期 或者是忙碌期 而且說真的啦 今天大家也不要害怕那個黑榜 因為我覺得紅榜這邊 那邊類似過得開心 那過得開心也有的 有的星座的開心就是沒事做 他做他自己喜歡的工作 對啊 對 那壞的那邊不代表沒事做喔 反而事情可能太多了 這樣知道嗎 都喔 各位知道我對工作運好壞的定義了 明白 好 那我覺得天蠍做呢 對 我跟你講我有兩個選擇 一個是黑榜 一個是中間 就是 因為我已經前提已經講了不是很好 你覺得你在哪裡 我個人覺得 中間 我覺得應該要中間 因為我音樂目前為止 我現在還看不到前面 天秤座我讓他在中間 中三是吧 其實我覺得2023我剛剛不是說了嗎 他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很全新的世界嘛 對不對 好 那小柔你看到的就是一直在看小孩 你知道嗎 你的未來跟小孩很有關係耶 對啊 所以你可能還在想說 作為一個有才華的藝人 怎麼這方面的那個機會不是很多 反而一直在跟小孩在一起 對 那你有沒有 或者是寫書 對 書的銷量很好 對 那你有沒有想過 這就是你未來的舞台 天秤座還有一個點 就是現在木星跟天王星 放大的是你的危機感 是你財務上的危機感 那可是做得好的天秤 他們通常可能也有大筆的資金進來 那可是大筆資金也會讓天秤有危機感 因為他要為這個錢負責 所以天秤我個人覺得危機就是轉機 那我就把你擺在中間 好 這是2024 那這個危機轉機呢 一月你會很明顯的感覺到 然後層層推進 接下來 我覺得過年期間也是一個滿有趣的 農曆年 過年期間也是一個滿有趣的時段 那個時候又是水平的能量也很強 所以大家壓力也都很大 看看那個時候那個壓力 會讓大家長出什麼新念頭 大家要get到 老師 射手 好 鳳姨很乖 有聽我的周報 所以你也知道嘛 工作運不是多和小的問題 而是做得甘不甘願 累不累 應該這麼說 我覺得射手 我就會給他在這裡 直接上去了耶 我覺得是 超瘋了 你沒有前面的申請了 就直接上去 我告訴你喔 因為你們做的是莫名其妙的case 就是 也許公司對你就有一些很奇怪的安排 那個安排可能從來沒有遇過 從來沒有 因為很多射手 說不定他只想過自由自在的生活 請不要忘記他的星座個性喔 對喔 但是他現在是 很登放 是沒有辦法 他是關到牢籠裡的那個概念喔 然後很多事情都不能做 也不能做自己喔 不能吃了 也不能拒絕喔 你可以想像嗎 所以別人看他很夯 他自己很痛苦 那更不要說量還莫名其妙的大 或任務非常突如其來 或者是一顆心被掉在那裡 或者是大家都說 你很幸運喔 不要注意喔 不要什麼得意忘心 或者是不要 你應該可以做好吧 就是這種壓力也非常的大 所以我個人覺得射手的壓力是全身心的 然後呢 最好的當然就是忙我們愛忙的嘛 對 偏偏現在要忙 你不舒服的 來看看 初女座 初女座不要悶 不要悶 你們 我說過了2024都在轉運當中 那初女座其實我個人覺得你們未來轉的運 才是真的工作很好的運 哎唷 哎唷 他把我貼在這個付的地方 然後我回來講這句話 那個 你搞不懂的意思 我一直覺得2023 2020就在逼大家變嘛 他也在逼你變嘛 而且你看你衰的原因 比如說 都是你自己 對 你先付錢 這個本來就不對嘛 對啊 很笨啦 你們變動星座的浮誇就來了 你幹嘛那麼浮誇 你幹嘛 你講義氣 你用你的能力講義氣就好 你幹嘛拿錢 我覺得去年你可能還不懂 但今年你已經懂了 因為你知道你在強敵還四 或者是別人的那一種 而遇到很難搞的人 所以你要想盡辦法去搞定 開始要找出一些方法 因為可能以前處女座 也是屬於我行我素 愛怎樣就怎樣 是 對不對 對 有一種表面謙虛 但內在高傲的feel 但現在我覺得你們比較落地了 然後會把 會認真的面對每一份工作 而且其實2023很多處女座 應該會被人家看到 你很厲害的地方 有 有 有耶 我覺得處女座都有被看到優點 然後你 你那個優點現在不能長出什麼花來 但它就要長出花來了 對啊 那滿緊急 有耶 這樣你心情好很多 對 所以未來20年 我可以這麼說嗎 20年耶 2025年以後的未來20年 處女座是不用酬工作的 好酷 現在這不算什麼 對啊 不算什麼 飛耶 我心情忽然很開心耶 活著 你這兩年只要活著就好 活著就好 對啊 活著就好 不要想那麼多 活著活著活著 盡全力撐下來 可是我們每一個人在迎接一個新的運之前的這個時候 真的都陰陽魔界嘛 都在陰陽魔界 資深的資淺的都一樣 金牛座 好 金牛座 金牛座在我看來 我個人覺得 彥婷覺得你在哪裡 好嗎 我希望 她是Top1 我也覺得 我希望二貨 她很安逸 二貨1吧 我覺得 小確信嗎 口氣很大耶 我希望 你沒有想過你在中間嗎 當然是希望可以好一點點 我給金牛 好準 金牛座覺得工作運很好 是因為工作他可以挑 他可以決定 很多金牛他可以決定要做或不要做 或他如果決定不要做 他也有貴人支持 譬如說周遭的人說 那沒關係我養你 對 或你要做什麼 我支持你 真的耶 所以金牛 金牛 當了一回船長的感覺 然後或者是 去年2023可能遇到過一個瓶頸 2023的上半年可能遇過一個瓶頸 但是 那個瓶頸居然帶來好的效果 對 真的 會帶來好的結果 他可能也意想不到 本來上半年覺得衰死了 可是2023怎麼 越過越舒服 對 越是自己想要的生活 所以我個人覺得 他的自信已經回來了 他也有一點知道說 好像這個世界對我很友善 然後我還有金牛隨便做 大家就覺得做得好極了 然後他要的方向他能夠得到 而且往後的20年 他事業心會慢慢起 因為金牛現在應該都沒有什麼事業心 可是下一波要來了 有 牡羊座 就是行走江湖總是會遇到一兩隻鬼 我覺得牡羊星座的人很肯幹 然後也有才華 那18班武藝都有 這一點是蠻厲害的 但是有點衰是真的 太衰了啦 是有點衰的 是有點衰的 所以我沒有辦法把你放在好的地方 我必須把你放在這裡 那麼衰 是中間 真的 我覺得那個衰 是土星帶來的啦 那個有點像業力大爆發 譬如說 不知道為什麼被鎖 不知道為什麼 對 好 關於牡羊的不知道為什麼 有兩個可能 一個是你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老天也有意 給你蓋一塊黑布 然後讓忽然間 怎麼暗了 怎麼樣 有一半的理由是這個 有一半的理由是 牡羊星座也要注意 是不是自己腦袋很硬 因為牡羊只想做自己想做的事 還有牡羊的那種 身在一個狀況裡 會把那個狀況也想得很大 然後就失去了原本的那一種動力 那這個是會讓牡羊 一直在一種陰陽魔界當中 所以想通 或者是開悟 真的很重要 像李懿你剛剛說 我尋求的方法就是去拜拜 去禱告啊什麼的 我覺得這是個好方法 真的喔 我剛剛說了 你們有倒霉的那一面 那個倒霉就是 跟老天也有關係 所以你得跟他溝通 或多做點善事啊 你也不要覺得說 我投了力氣 然後我卻沒有得到結果 不 你會有口碑 譬如說下廣告不行 你還沒有別條路 就像你的短影音 都每一條都炸掉了 都百萬留言 你至少有IG啊 對啊 你的IG很少啊 沒有人在粉專了 快IG了 看到了嗎 一道曙光照進來 好 而且現在很多 今天就回去關臉書 也不用這樣 也不用這樣 不要緊張 不要緊張 好 你真的念轉得太轉了吧 笑了 笑了 太轉念了吧 黑黑 我知道 所以我要告訴你 浩陽就是不要悶啦 對 他正在 好悶 讓你找到一個 那一道光射進來 就是更精準的找到 精準啦 還有十八般舞弊 你現在就是 好 獅子 老師 獅子座 來 我覺得 可是它很紅啊 那我看上身嗎 其實是好的 獅子很好 可是很少 很少 對 獅子很少不好的 對啊 我也覺得 因為獅子很陽光啊 我覺得啊 因為獅子也滿努力的呀 好 我覺得 主要是獅子座 可能沒有我們想像中的 那麼的 你以為在工作上 它很隨便 沒有沒有 他們真的滿認真的 所以它的工作運好 旁邊的人應該沒有話說 他們很小心的 也不敢 如果烏龜跟兔子 他可能會選擇 當那隻烏龜 而不是 我敢馬上去當兔子 不會的 那我覺得獅子座 重點是 貴人運很好 所以你就知道了 為什麼人家就指定它 很奇妙的 就是很容易被看見 然後或者是有 更上一層樓的機會 所以有一些獅子 在去年 從2023開始 結婚的也有啊 或者是升官 或者是 你很像黑馬 就一匹黑馬 就衝出來了 那可能 你說不定 連一個剛入職場的獅子 也可能表現得 讓所有老鳥都嚇一大跳 因為你好像 站到了這個時代的 改變的紅利 所以獅子 工作運滿好的 加油 摩鐵 我是四顆半 但我覺得這四顆半是 心態上的四顆半 對 就是因為我 2023下半年 因為我們都是演員嘛 然後下半年其實也是 只有一個作品 然後這作品是下半年的 上半完成的 所以就是下半年的下半 就是 大部分都是空窗 所以我覺得其實 實質上的心術 大概兩顆半到三顆 但我覺得心態好 是因為 我覺得 雖然我下半年的工作 沒有很多 但是 就會 比如說這個月都沒有 演出嘛 然後就會 突然就可能會有合作 或者是有活動進來 對我來說是 小確幸然後過得去 那你也有個黑榜第二名 對 很明顯啊 你剛剛風向 然後又變動 那是雙子囉 又女囉 一定是雙子吧 黑榜第二名 雙子上 我有進步 2023年下半年的時候 是黑榜第一名 真的 然後現在有慢慢往下挪的趨勢 沒有 有 我覺得雙子有變 其實我覺得 2023年過去的一年 那個 雙子做得不好 是因為它需要改變 那你可以想像那種不好 有點像一個人揹了很多的包袱 那個包袱都可能是 不是不合時宜了 不適合他了 然後他要 一直遇到一個挫折 然後才曉得丟掉一個 再遇到一個挫折 又丟掉一個 所以他一直在遇到挫折 因為老天爺要一直他換啊 改啊 然後變啊 丟掉啊 切割啊 所以 到了2024 其實他已經好很多 他已經變很多了 他已經很輕盈了 而且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們的工作其實沒有斷 確實 可是因為還有沒有丟掉的 還有嗎 還有嗎 還有 所以雙子的上半年 就處在這種陰陽魔界 就是我兩邊都要忙 我還要拿捏 我很可能還會被 閒東閒西的這個狀態 都在為下半年的大變身做狀態 做準備 一定會大變 對 5月20幾號以後 5月20幾號 所以我們上半年 可能還會遇到一兩件 讓雙子覺得 我已經改這麼多了 為什麼還有事啊 我的事 會讓你覺得有點悶 可是沒有關係 因為 你要趕快把 該丟掉的丟掉 要趕快 因為目前你的上半年 整個轉運的速度會很快 那還有一個巨蟹跟 雙魚 雙魚 好 我們先來看 雙魚是不是我說的變動星座呢 雙魚星座 我也要放中間 雙魚星座的人比較累一點的地方是 上天對你有期待 所以你就感覺到那個金箍咒 在你的頭上 那什麼叫金箍咒呢 就是你不可以亂來了 你不可以太放鬆了 你也不可以再繼續的混下去了 你不能混了 你要認真來了 所以可能會生活會變得比較不有趣 然後壓力會變得比較大 然後你也會感覺到比較多的人挑東挑西 一下子說不可以這樣 或者是你太活潑了 你太搞怪了 什麼都太太太 什麼都收收收 所以雙魚座可能會感覺不舒服 可是這是一個訓練你更好的過程 那巨蟹座的朋友 我個人覺得 你們 哇 你怎麼說好喔 還可以硬放在那邊 這中間啊 中間啊 一二名 一別五名 我白開心了 其實我覺得所有巨蟹座都有企圖心 但是他們也在 那個企圖心蠻大的喔 然後或者生活的變化很大 譬如變化大到什麼時候 有點像工作到一個程度 有人開始考慮退休了 或者是考慮轉型了 他以前可能一直是上班族 最近可能想要投資做生意 那原因也不是很愉快的原因 原因可能是他覺得他遠的地方 無路可走了 或者是不變不行了 所以所有巨蟹座必須下一盤大旗 所以他們這段時間 也是在工作上的陰陽魔界 不過由於他們蠻有貴人運的 周遭 譬如說他 他也會主動地接觸那些有能力的人 譬如說他想做生意 他就會學著靠近那些會做生意的人 想要沾人家的財氣 想要跟別人學東西 所以這也是一個巨蟹的蛻變過程 在上半年 那你在生活當中 或工作當中 你就要往能遇到貴人的方向去 那這個部分 你得到的不是那份工作 是得到了這份工作 帶來的人脈 跟未來的加分 為了尋找美 我來到了傳說中女人的殿堂 這裡藏有成為自信女性的秘密 成為自信的女人 女人我最大 是靠近那 是靠近那